Hello Big Bang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芸汐 很开心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天 前几天罗芸汐刚刚过了31岁生日 特曉军在这里再说一次生日快乐啦 生日当天她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分享了最难忘的生日惊喜 以及这一年来收获的人生感悟 和get到的新技能 满满内容惊喜不停歇 不愧是我们的宝藏男孩 我收到第一个生日祝福是谁给到的 应该是我的工作团队吧 因为他们在凌晨12点的时候 就给我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旅程 是一个需要有一定体力 一定智力一定运气 才能收到的生日礼物 对特别的有意思 反正是我觉得我过得最 最不容易最累最有意义 但是又最温馨最具有创意的生日 连续五个诚意十足的最 来自老板的五星好评 和芸汐团队接收到了吗 工作人员已经是这么走心这么催泪了 没想到更大的生日惊喜还在后腿呢 宝藏男孩的宝藏妈咪 即将高能感动来袭 因为我妈破天荒地给我发了那么长一段字 感谢我作为他们的儿子 给他们带来了就是一些幸福感 一些怎么说呢 就是踏实的感觉 因为三十年了 我的妈呀 她基本上没有发过这样的短信 能收到妈妈满含关爱和欣慰的祝福 龙芸汐在新的一岁里一定更有力量 更坚定了 更何况她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也成长了不少 人生感悟听起来很有道理呢 我觉得我变得更有 怎么说呢 就是更能去好 比较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了 不可能说你每一天都能过得让自己很开心很幸福 或多或少的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今天是备受挫折的 是没有那么顺利的 我的方法就是 哪怕今天过得不开心 没关系回家打一局游戏 打一局游戏 然后所有的坏心情就一扫而空 是的 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局游戏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再来两局 更何况如今心态好到爆的宝藏男孩罗芸汐 无论输赢都能让她的坏心情跑光光 游戏当中一定要赢啊 会输的时候就抱怨嘛 就就哎怎么运气那么差 怎么自己手残 就就就会这样子 没关系 一手好运来送给打游戏输掉的你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 好运来的喜和爱 好运来我们好运来 迎着好运来 迎着好运来的同死海 同死海 除了修炼好打电竞拯救心情审计之外 我们的宝藏男孩罗芸汐 过去一年还get了许多新技能 虽然学舞蹈出身 给近乐团编过曲 能跳水会做饭 电竞打得好 唱歌还好听的他 已经宝藏的不能再宝藏 站在人群里浑身都发着光 但被广大网友发出灵魂拷问 罗芸汐到底干啥的之后 他的反应也是宝藏再加一系列 现在嘛艺人不好做了嘛 艺人就得多才多艺啊 对吧 就是呃 你你得你也会唱歌 对吧 你也会演戏对吧 你还得打电竞 就是你说艺人怎么办 艺人还没有四季 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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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当啊 那你没你没点技能 你怎么当艺人 所以不管你说你是什么歌手 罗芸汐也好 演员罗芸汐也好 然后是什么电竞罗芸汐也好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标签 我就只是罗芸汐 对你看到这就是一个罗芸汐而已 不想被贴标签 只想做唯一的罗芸汐 这个不爱的想法果然通透 而且即便已经如此优秀 如此全能了 他还在持续get新技能 比如以前拍打戏时 hold不住的表情管理 现在已经是小case了 很多时候你的动作一打起来 幅度一大 很多人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表情 刚开始你就是根本顾不上表情的 你知道吗 就打出来 就那种 你看了回放之后你说导演不行 这条表情没控制好 然后你第二次做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时候你得先把表情控制好 目前在拍新戏的罗芸汐 还get了和自身翩翩加工子气质 非常相符的玩扇子技能 只是这技能准确来说 应该是玩扇子还是破坏扇子 咱就不知道了 咱也不敢问了 我最近会玩扇子 我们会用扇子拍很多武器 然后那个扇子就是 至少道具小哥哥都要被尸击把 因为动不动这么一甩啪 一甩啪 然后那个扇子就碎了 要么就是一打啪 然后扇子就碎了 就赶紧道哥再拿一把来 道哥再拿一把来 道哥拿扇子的速度都赶不上我 破坏扇子的速度 就真的是 因为扇子不好玩 你得把扇子玩溜了 一定是需要一些技巧和练习的 边吐槽自己 边给自己着布 边盖在新技能的罗云熙 简直太可爱了 在这里再次送上 迟到的生日祝福啊 宝藏男孩罗云熙 未来继续发光发亮呀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光明镜与点点栏目